建設造成大直的民宅塌陷 後來他們原本有給出了合作興建的意象書 但是現在市府又要改由公辦都更的方式 等於現在所有條件都要重新談 難免也會讓住戶擔心 現在這樣子他們還要等多久 看看基台給的意象書上頭的條件 除了舊建屋一瓶換新建屋一瓶 還有提供一個地下室車位 實際上下午也有第一次和受宅戶開說明會 看似有些微進展 但晚上又收到訊息 表示市府決定改公辦都更 後續交給北市府主導 所以我們現在就很多訊息 也不知道現在是哪一種 但是後來現在市府接管 他們是有承諾我們的 昨天在咖啡廳裡的會議是有承諾的 然後現在就是市府接回去以後 變成又重新來 資訊太混亂 住戶也聽得不撒撒 11號下午法治局到旅館找受宅戶開會 晚上7點基態又會召開二次說明會 至於北市府13號晚間也會和住戶 面對面對談 我也跟那個總經理大概有要求 他必須要派人來我們的聯合服務中心 要有一個人在這裡 那如果今天還沒有來 那原則上我會來要求 每個單位都在找受宅戶 但他們又該找誰幫忙 李四川也說會要求基態派人進駐服務中心 只是看看過去台北市25年來 公辦都更只有大同區斯文裡的三期整宅 是唯一的成功案例 光是要整合所有住戶就是一個大難題 如今大直塌陷案要改由市府主導 那公辦都更的時程規劃 恐怕也要盡早和住戶說明 否則怕這一拖住戶能何時回家 都是未知數 TVBS新聞總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